一家知名的台灣高級餐飲集團 進駐馬尼拉半年之後 穩固打下了台商和僑胞市場 最近餐廳特別安排前總統 李登輝的御廚林炳章 露兩手絕技 以中西合併的口味 挑戰非國 逃客的味蕾 老闆說給我主事 他是給我來這裡看一下 給他教一點他 比較有希望的口味 跟中餐套進去這樣 林秉章精於西式料理 像是德國豬腳 他就放了一點醬油 因為他發現當地人吃東西 都要沾魚露 另外林秉章還準備了 台式原味的招牌菜 上次是葉愛玲他們 葉愛玲小姐他們來這裡 我們有 齊會長就帶來 我們這裡用餐 因為在菲律賓久了之後 兩三天三十天 他們會希望吃到 真正的台灣的味道 所以他們在這裡就會覺得 真正是台灣的味道帶來這裡 這家餐廳的目標是 非國高端市場 西式主菜與點心當然也沒少 像燒烤澳洲洋煎排 法式烤蘋果 左香草冰淇淋 一道一道美食 就是要準備收服顧客的心 這是我們台灣非常精緻的 一個軟文化 軟實力 然後透過飲食文化 可以把整個台灣 很了不起的飲食精髓 特別是它後面扮演的一個文化 帶到菲律賓來 這是一個很美的文化交流 這家餐廳除了料理 有前浴廚的加持 食材餐具以及裝潢都是頂規 包廂裡還貼有手工孔雀羽毛的壁紙 一切的設計就是希望展現 台式餐飲的跨海實力 在那邊 那邊 在那邊 感谢观看